四日下午,中外合作大学联盟在江苏省苏州市西郊利物浦大学宣布成立。 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 深圳香港中文大学等六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组成联盟第一届理事会。 根据章程,中外合作大学联盟将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是每年度举办中外合作大学校长论坛,增强联盟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研讨在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的共同问题和应对方案。 二是凝聚中外合作办学法人机构的力量, 丰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之间的交流沟通并增进共识, 推动国家高等教育的全面深入改革和健康发展。 张诚还明确,中外合作大学联盟是从事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交流的全国性团体, 由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资源组成。 联盟成立以后,后续成员需采用自主提出申请的方式, 经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后方可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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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